天神祖居然被大卸八块 到底是多么强大的凶手才能杀死创世神明 就连至高无上的生命法庭都被无情杀害后抛尸在宇宙中 又是何方神圣 竟然逼得毒液火生生变出了一个多元宇宙 今天我们来看毒液最后的故事 自毒液出现以来 结合过的宿主数不胜数 但他们大多数都无法让他完全满意 尤其是那个叫彼得帕克的家伙 毒液觉得他是最差劲的一个宿主 而艾迪·布洛克则是唯一能跟毒液完全结合的宿主 也是他最喜欢的一个人类 他们长年间一起生活 一起并肩作战 毒液一直陪伴在艾迪身边 伴他度过生命中所有事情 替他修补受伤的身体和病变的器官 以保持艾迪能一直活着 从最初简单的骨肉到后来的器官 血管甚至血液和大脑 可即使毒液用自己替代艾迪身体所需要的一切器官 他也终究只是个普通人 艾迪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 他的神经和细胞都在老化 毒液不得不对这些构成生命的存在进行替换 甚至要扶持艾迪的大脑 伴随着毒液的进入 艾迪的记忆也在被一点点改变 他记忆中的人物全都变成了毒液的样子 这个时候的艾迪几乎等同于一个植物人 毒液也早就不想带着他去参与任何纠纷了 他之所以一直支撑 只是想让艾迪能多活一会儿 哪怕一天一小时一分钟也可以 但这样子的艾迪是不快乐的 而且失去了生命的加持 人类的大脑无法自行运作 毒液也没办法逼他运作 终于有一天毒液明白了 自己最喜欢的人类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他要做的不是强行留住艾迪 而是让他自由地死去 于是毒液温柔地收回了自己为艾迪注入的一切 怀抱着他看他一点一点消散掉 事实上艾迪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类了 这个时期的地球已经被接干而起的人工智能所霸占 不只是地球 宇宙中的其他星球也都是如此 他们想利用先进智能的战争机器人来对付敌人 每个星球都是这样想的 结果来自不同势力的战争机器人 每天都要在宇宙中打得死去活来 这其中最先进的当然是来自地球的斯塔克工业 钢铁侠托尼斯塔克将自己的意识备份上传到了机甲上 真正意义上达到了永生 不仅如此 他还将其他生物的信息上传到了人工智能的备份里 如果毒液愿意的话 托尼可以给他创造出一个艾迪战甲 这样他们就又能在一起了 但毒液对此无动于衷 再智能的技术创造出来的也只不过是一堆冷冰冰的数据 不是真正有血有肉的艾迪 后来人工智能之间的战争规模越来越庞大 甚至威胁到了共生体所在的星球 他们不想参战 果断选择了撤退 可毒液却在这时萌生了不同的想法 他想劝说其他的共生体联合起来 保护他们所生无几的生物宿主 问题是共生体这个物种过于自大任性 从来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合作 而且一言不合就暴怒吵架 看起来也并不适合做队友 至于毒液 他长时间待在地球 待在艾迪身边 跟其他同伴不一样 在意识到共生体同伴们都是一堆扶不上墙的赖泥后 毒液明白了 他需要创造一支听自己发号施令的军队 要知道毒液体内有一个超立方体机构 里面的一次元空间里存储着海量基因备份样本 他曾经有那么多的宿主 每一个宿主的DNA样本都被保存在了里面 所以准确来说 只要毒液愿意 就可以创造出所有生命 他曾经跟每一个存在过的生命都结合过 能力花里呼哨的变种人 大熊猫 小浣熊 花草树木 深海生物 尸身人面相 甚至还有观察者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结合不了的 于是毒液召唤出来 揭秘马德罗克斯的变种DNA 然后把自己复制出成千上万份 就这样 他的军队诞生了 毒液不再执着于保护仅剩的生物宿主 而是决定创造生命 此处省略几千年 此时的毒液已经成立一个生命园 他重塑了十几亿人类 又当爹又当妈的哄着这群新生儿 他尽力模仿着地球上的种种 就连地球附近的行星 都被毒液用自己的化身创造了出来 上面还放着他重塑的其他一些生物 不仅如此 毒液曾经有一个宿主叫林丹 他是一名欧米加级别的变种人 能随意改写别人的DNA 这给了毒液很大的帮助 他重塑出了暴风女 让他控制这个世界的天气 毒液最深爱的星球 不是自己的母星 而是地球 他按照地球打造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包括其中的微生物都没有落下 什么耐辐射球军 水熊虫 甚至还有金刚狼和死士的自愈因子 在毒液的不懈努力下 成功孕育出了一大批最顽强最耐久 甚至可能会永生的生物宿主 与此同时 他还一直留意着那群人工智能的动作 他们这几千年里还在不停地发动战争 试图达到统一 但谁都不愿意臣服 所以就只能一直不停地打下去 他们把自己的母星完全变成了智能化的机械星球 而斯塔克工业正准备穿越宇宙 进行一个建设项目 好巧不巧 毒液创造的生物妨碍到了他们 人工智能要把宇宙中所有质量分子转化成计算素 简单来说就是 只有把宇宙转化成AI的形式 他们才能在里面为所欲为 此时的人工智能可以转化所有物种 不管是变种人的DNA 还是宇宙能量 或者是无限宝石 托尼找到毒液谈判 希望他能让那些生物被转化 这样才能脱离生命的束缚 数据生命能达到永恒 那不老不死的毒液会拒绝让他挚爱 但终有一死的生物宿主 拥有跟他一样永恒的生命吗 毒液努力搜挂着自己的记忆库 回想托尼曾经说过的一些话 最后只憋出一句 去XX的 就这样毒液与智能机器人之间的战争打响了 为了保护辛苦养育出的宿主 他只能把自己塑造成一件武器 打开体内的益次元结构 赋予共生体军队拥有能把整个星球撕碎的利爪 毒液想如果爱迪还在的话 他一定会狠狠惊讶一番的 不过这样做有一个弊端 毒液会感觉非常痛苦 因为这对他来说 就像是把自己从肉体到灵魂都抛开 挖去里面的内脏去勒死敌人 然后再原封不动的装回去缝好 每一次作战都会给毒液带来巨大的痛苦 而且人工智能可以不停地更新换代 每一次战败都能让他们吸取教训 下一次再去的时候就会变强大许多 毒液的宿主是有机生命体 做不到短暂时间内快速完善自己 最后毒液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重塑快银的能力 让自己创造的世界加快运转 从而促使生物的进化加快 可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非常惨烈 宿主原本300年的生命 现在只有30秒了 虽然这样做获胜的几率会增加 但每一次战斗都要牺牲很多宿主 最开始是几百条 后来是几千条 再后来是数十亿条 看着堆积成山的尸体 毒液伤心不已 他与这群超级人工智能大战了几千次 最后只能非常不甘心 且是在被迫的前提下承认 超级人工智能确实是这个宇宙中 无法抹去的存在 再后来人工智能完成了统一 变成了神明意志团 现在他们可以轻松碾压毒液的生命生物团 此时宇宙中75%的物质 都被神明意志团转化吸收了 他们甚至活体解剖了高纬生物 以及天神组和创世神明 连生命法庭都被无情杀害 解剖是在尸体堆里 这个时候的毒液 正在照顾他仅剩的一个宿主 没多长时间 这个人就再也支撑不住 死在了毒液的怀里 这让他想起了艾迪临死前的样子 已经过去了亿万年 毒液结合过的宿主差不多也有这么多 但除了艾迪以外 所有人都无法让他完全满意 随着毒液孕育出的最后一名宿主逝去 宇宙中的生命生物彻底灭绝 毒液突然感觉自己好孤单 看着逐渐逼近的神明意志团 他决定把此生挚爱的一切重新创造出来 毒液撕裂了自己 把体内的异次元金格抓了出来 他通过自我毁灭的方式 把自己重新编织进一个全新宇宙的时空结构中 掏空了所有DNA备份 以及历代宿主的记忆库 让他们来到这个新世界 并忍受着极端的痛苦 扭曲了时间和空间 把他的宿主送到合适的时间线中 让他们的人生得以重新开始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 一个全新的世界被毒液凭空捏造了出来 等到一切完成后 它彻底消失了 这一举动很快就被斯塔克工艺的机械员工发现 他们完全可以复制出毒液的壮举 但永远不会破坏毒液创造的这个多元宇宙 即使是冰冷的机器也能意识到 这个多元宇宙是最最珍贵的存在 神明意志团将其视为所有造物中最大的自然保护区 托尼听说后也难得的夸赞了毒液 只是有一点是神明意志团无法理解的 那就是毒液对爱迪布洛克的爱 准确来说是偏爱 毒液仍爱每一个宿主和生命 正因如此 他才会牺牲自己 凭空造了一个多元宇宙出来 只为了能让那些宿主重活一次 而这便是毒液终章的故事 正所谓小事死吞书 大事死永恒 翻天死法庭 这则漫画的篇幅并不长 可讲述的内容确实是很丰富的 满分时心的话 推荐指数九颗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